海涛访时心灵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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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念下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那整个佛教就不离开这样的动机 当然佛法的法门很多 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法门最好 那我们个人也认为法门没有好跟不好 动机决定了 一个念佛法门能够用大悲菩提心 那就是最好的法门 你念欧曼尼勃明后 也能够用大悲菩提心 那也是最好的法门 那宋第一掌经 宋人言经 重点是动机 所以我们佛教叫一切为心造 所以法华经里面 要我们念一下 柔和忍辱一 诸法空为座 大慈悲为心 那同样的 我们如果有这个 柔和忍辱 在这种无意义 而且安住在空性 而且学佛的大悲心 这样的一心 来放蒙山 一心来送药石经 都是圆满 所以有一个论叫 大手印五支 那个大手印讲的就是空性 那我们要圆满了一个 空性菩提心的修行 它叫我们这样背 念下来 慈悲如大海 信心如阳光 菩提如高山 智慧如虚空 一切为众生 普皆回向 所以我们今天要念 要识经 如果能够以大悲心为根本 那这个竹鼻心 那这个竹鼻心 形容 就好像有 整十只的狗 要给你教 你要冲 这叫大悲心 要有这种 如大海的大悲心 所以 如果我们讲悲心 去冰堂秋 某一个人打招呼 我认为不会 我们看着老母来 很欢迎 很欢迎 我们看着老婆来 很欢迎 我们抱着孙子 很欢迎 那我想我们讲慈悲心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 大海澎湃 也如野狗追你 那你赶快要跑的那种动力 用这个悲心 来 做各种的修行 那有了慈悲心 更重要 要有信心 所以叫信心如阳光 那如果 大家 这个阳光 一照下来 然后呢 在种的业障 也就是说 在大的冰块 都可以融化 而且冰块融化以后 成为清凉甘露 所以呢 这个叫信心如阳光 所以我们念 药师经 对药师佛 药师祈佛 有绝对的信心 然后那在念诵的时候 哇 这个甘露就流入我们身心 也净化了众生 这个叫信心如阳光 那各位重要的 念一下 菩提如高山 叫坚固 不退转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普利 最好就看到 普利的山 普利的树 普利的阳光 所以这个山就代表 在普利有 哇 大佛 大塔 各种的表法 那这些大佛大塔 就是要让我们 就像大殿的大佛一样 我们大家都要发起 为利益众生 永不退转的 菩提心 所以大乘佛教 不能离开菩提心 离开菩提心 所造的都是不好的业 磨业 如何 那如何 时时刻刻 不离菩提心 就是我们的修行 那为了要达到 这个大悲心 信心 菩提心 那最重要的 要有空性 所以呢 智慧如虚空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如虚空一样 万法平等 能够接受一切 所以 当时我们随时都在懂 呼吸 呼吸 但是内心里面 不起分别念 没有那么波及其中的 状态 但是 我一个共同 虽然你要保持 这种清静的状态 但是 却不能够离开 对众生世界的热情 跟关怀 就像观音菩萨 先牵手牵眼 虽然内心 极静 但是呢 在对外 却对六道众生 伸出牵手牵眼 时时 观照他们 所以 是诸法空向 这个空 虽然是万法平等 但是却了解 一切变化 也叫 缘起性空 虽然我们讲空性 它是不离开 缘起世界的 种种的变化 一花一草一木 你都要很清楚 所以不然我们就没办法 很细微的去观察 众生的想法 现在我要 怎么样的去 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 智慧如虚空 这个虚空的意思 就是包含一切 在这个虚空里面 土地啊 树啊 各个 所有的事件 都是它心中的众生 这一点就是 以大悲为根本 再来讲空性 如果我们没有悲心为根本 就讲空性 那就会变成一种 圆绝 圆绝就是说 我自己解脱就好了 了解变化无常 但是呢 对众生生起不 没办法生起悲心 所以 所以我们讲空性之前 不能够离开悲心 就像我们大乘佛教 要证得波罗波罗蜜 但是绝对不能够离开 对众生的 不思 持戒 忍辱 精进 然后呢 在这种缭乱的状态里面 保持禅定 这个叫戒 不思持戒 忍辱是戒 然后呢 能够定 这个定讲是不离开悲心 我永远不离开悲心 叫定 我永远不舍弃众生 叫定 然后呢 才能够达到 达成的空性 不然阿罗汉的空性 断叹成词 只要断除烦恼 我赶快入涅盘 我都没有生气轮回 都没有干扰 那这样呢 就不能够普度众生 所以 我们今天要念药师经 那要生起一个 一个很圆满的动机 来念药师经 来念地讲经 来念佛 来点灯 那我想佛教里面 就要我们 开车也好 走路也好 穿衣服也好 都不离开 对众生的悲心 当怨众生 而且希望 所有众生 透过这个穿衣服 走路 洗脸 上厕所 都不离菩提心 都在追求成佛之道 所以等一下 我们念经的时候 各样这样 观想 我们处理了 如是我闻 有数混 每一个字 都是一道 阳光 五色彩光 然后这个光 上供诸佛 而且要有一个观想 佛教里面讲的是 断贪称词 贪 讲的就是出离心 大家没有 没有欲望的 无所求的 称 大家绝对不会去 生气 你要度众生 如果爱生气 也没办法度众生 吃 吃讲的就无分别 无分别 就是说 我们在念 要诗经的时候 我问各位 各位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有数净透 这个你界边什么人 有数混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你要有这种 无分别的对待 这些树木 阳光 都是七宝流离 智慧之光 清净土地 那我们要有这个 断除分别的心态来 念阿弥陀佛 那念阿弥陀佛 那 当下就是在世宏教的世界 每一个人像我 你现在所在的 所在就是 极乐世界的庄严 那每一个相应 都在念佛念法念生 就像极乐世界 五根五立 七菩利分 八正道之 都在说法 左右都是不退菩萨为伴侣 来自呢 大家都显现了 弥陀佛 所以 念佛 有一个 真要紧的 每一个众生 只要你 念佛 他都坐在 念佛 他的外表 心求 他都变成 阿弥陀佛 他当下就 要去 记住世界 那这样 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不是说 光嘴巴 阿弥陀佛 阿弥陀 春都都没想 那如果 什么都没想 那 以往吃草 也幸福 所以我认为 那今天我们 就要加入 一颗圆满的心 所以我们要读诵 五量寿经 读诵华严经 读诵严经 还是各位都会背 不热心经 还是有人会背 阿弥陀经 那就要入到那种 心灵圆满了 正念的状态 以这个正念的状态 大家来念佛 谁能给人 供万灯万水 这个灯 代表圆满了智慧 这个水 代表净化业障 所以以种种的庄严 来行持 所以念佛了好 念经了好 七九了好 现在这个世界 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大家都努力在修行 但是无论你从哪一个门 入进来 南传佛教 叫做出离心 进来 大乘佛教 叫做大悲心 进来 密乘佛教 就是不热的 中观 无分别的智慧 进来 但是无论如何 那我们大家最后都想要成佛 那成佛 那你叫三心都要圆满 再被一次 出离心 大悲菩提心 空性正见 空就是无分别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慢慢来联系 没那么无分别 很高 很热 很好 很败 然后内心 如如不动 所以有时候还有一点困难 有时候 我记得 我经常回到普利 陪师公 真华长老吃饭 真华长老 吃着拍家 饮着饭 他给我说 我都觉得不好吃 别人怎么办 老和尚慈悲 他不是想自己 我吃好吃 别人就好吃 他要去想别人 饱了没有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如果 吃一个不好吃的东西 那是虐待我们的舌头 那也就让别人很痛苦 所以各位要 要时时刻刻 虽然内心无分别 有吃不吃都没关系 但是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 什么意思 要自私 我好得好 我观把人安那 那这样就不圆满 所以我想我们修大乘佛教 我们目的呢 就是要调伏自心 消除我直 不自私了 但是呢 却要全然的 接受众生 全然的关怀众生 如地藏菩萨 来念一下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尘菩提 那我们要发愿成为 最后一个成佛的人 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些 蟑螂蚂蚁还在轮回 那我就要永远的帮助他 所以那天有人拿一个 不动名王的故事给我看 我看得很感动 以前我对不动名王 没什么好影响 我那要拍 那显现那种愤怒像 他这个不动就是说什么意思 来永远做众生的仆人 这个不动啊 不动 这明是智慧啊 所以 就是心甘情愿的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我的鬼刚为了个好不 猪帮就像我们这些愚公 来替愚公菩萨 鼓掌 不动名王 所以 时时刻刻准备去帮助 服侍别人 老实说 就像我出家人 今天我必须组法 我今天像个演员一样 记得要拨就拨好 拨久就会像 所以 然后你就要很重视思想 威仪 给别人的印象 希望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成为一个佛教徒 不分在家出家 给别人的印象很重要 给众生的感觉很重要 所以你对一棵树也要慈悲 对一个水也要慈悲 对一个石头也要慈悲 你要时时刻刻 然后关怀别人 所以我以前有观察 我刚出家 我师父每天 只要有人来 他就 我跟他打招呼 甚至跟他结缘品 那我们这些年轻的 酷酷的 我来看书菜 我准备这些小感 我来看书菜 你别跟我说话 我们会觉得说 我在出家了 我干嘛跟你笑 我干嘛跟你打招呼 有时候觉得老和尚 为什么这么慈悲 可能要起死吧 有时候我们还用不好的想法 所以后来现在自己年纪也大了 就会觉得 哎呀 原来修行 柔软心 是入道的根本 慢慢慢慢的 你就学得去 很努力的 去为别人想 跟别人打招呼 时时刻刻 身体准备了结缘品 见了哈喽 哈喽 你好 原来我老了 学会了柔软 所以不然以前有个性 所以我想学佛消除习气 我们不能有个性 要融入于 融入于众生 就像对我们老不恭维 所以我的妈妈是我永远 学慈悲的对象 我的爸爸也是我学慈悲的对象 我爸爸很凶 很威严 但是我们要更细心柔软 我妈妈很慈悲 很忍辱 疼也不要说 但是你要更观察他在想什么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对境 然后以这个对境 平等心 空就是绝对平等 来对待所有众生 所以有一次我老不怕病 很严重 那我在国外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一天我就没睡觉 做了很多功德 花了将近上百万 我都先打电话 那个干嘛 那干嘛 赶快替我妈妈做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念经持终 然后到了半夜我就在想 我这个人有一点自私 我对我们老婆 他打拼 把人家打拼 说 哎呀叔叔啊 我们今天打拼好了 等我躲起来再说 我那时候就跪在 跪在那边 我从今以后啊 不能如此 人家叫我法师 我居然有这个分别性 我对我妈妈这么殷勤 然后对其他的信徒 然后就觉得 这个是小case 这个等我睡宝再来 所以自己就觉得很惭愧 所以我这个人有个好处 就是叫我决心不罗命 让我知道对的 或是哪里错的 我今天就要断除 这是我特点 从小 当然这样是好也是不好 如果我没有正知见就很可怕 所以我学佛 看到地藏经 第一次看完 我就决心出家了 就叫决心 因为绕来绕去 终于看到了一个真理 那同样的各位 我们要断除烦恼习气 也要有这个决心 就像以前我还没有学佛 我那时候做旅行社 搞房地产 赚点小钱 结果有一次去越南 就看到那些小孩子这么穷 我就决心了 决心什么 我不能对待我的儿子这么好 而忽略了其他的小孩子 所以每次到那边 我就买很多吃的 我问你买那么多干嘛 这么多小朋友 这么多小朋友 给他快乐 所以对你儿子的方法 对你先生的方法 对你父母的方法 都一样 就像老外我常跟他讲 你对待狗这么好 你怎么吃猪肉呢 对我都没想到 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空性 空讲的是平等 平等展现出来就是悲心 所以我想学佛最重要的是 反省自己 回光烦躁 那我们有没有按照经典 来自主师大德菩萨 来自我们的老师父 所显现的威仪 一直来警惕自己 所以虽然我们发愿要成佛 我们时时刻刻的分数都不圆满 三早文细早文都刻别清楚 那佛是一百分 那我们学佛要以佛为模范 所以看到佛我们就跪下来 哎呀 惭愧啊 忏悔啊 愿佛加持啊 我不能再有自己的想法 要断除我慢 所以怀疑经普贤 恨愿品 我们大家念一下 这是一个圆满功德 消除业障 各种圆满质量 我们叫敬障 累资最好的方法 然后以这样为前行 大家来诵经 那更圆满 来 一者离经诸佛 所以各位到寺庙来 第一件事叫拜 拜佛 在家里有拜佛 就算没有佛像 要观想 求佛加持 感恩诸佛加持 那最主要呢 是消除我慢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老实说 我们现场四百个人 可能有四百个想法 那这就是麻烦了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那我们要站在佛的想法 时时反省自己 二者称赞如来 那我们要了解佛的优点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虚空藏菩萨 哇 刚刚各位提到 不动明王 也我很惭愧 我以前没有去看 不动明王的书 我没有去思维 后来才了解 哇 不动明王 太伟大了 太慈悲了 那将我们要去称赞如来的 向好庄严 种种的功德 称赞如来 可以怎么样 来 清净口业 所以各位 别美人 别说人数学 说福佛的优点 别说人的优点 你也别说人的优点 你说得脆脆脆脆脆 所以我师父要上台 讲经 下台 点点 别说 因为说了 吃得 喝咖啡 聊是非 你讲不完 所以我很少 讲话 要讲就是我要帮助对方 我如何帮助对方 那我就 我就尽力去做 这样就好 不然的话 我们那个习气 口业 不容易 清净 所以各位 多念佛 多诵经 让自己没有时间 去讲闲话 就算你念佛诵经 没有发一个清净心 那至少净化口业 将来也声音好听 那至少各位要称赞如来 每一尊佛的殊胜 每一个法的殊胜 我们要不断的赞叹 不断的赞叹 引起别人的信心 天下三者广修供养 断除千摊 所以各位要把最好的 都拿来供养诸佛菩萨 不要有个人的想法 这些世间没讲 问题是我们的 都要来善供下世 所以等一下可能也会做 福前十供养 那我们要诵经之前 是秦转法轮 那秦转法轮之前 能够累积这些功德 再来 试着忏悔业障 在大乘佛教 最忌讳的秦恨性 所以我们要把贪嗔痴 消除掉 而且呢 愿待众生忏悔 更重要呢 念一下 向冤亲债主求忏悔 各位很重要 我们今天要破坏 种种的障碍 就是有业障 再来呢 鬼神伤害 特别大家要修行 你不修行 鬼神不会找你 你一修行 想要赚功德 想要往生净土 这些冤亲在主 就会来伤害你 这些人来破坏你 就像我经常生病 但是还好我病都短短 我这个病 我现在发觉 很少自己的病 走到什么地方 有什么 什么鬼啊 完全这一株啊 就会来缠着你 然后我就赶快写个牌位啊 我这一次去印度西京回来 在坐飞机就觉得脚很痛 然后呢 到台湾以后 白天都不痛 晚上就抽痛 抽痛 脂痛药也吃 什么药膏也打也不好啊 后来想一想 有个菩萨说 师父啊 印度水牛沙很多啊 他去机场接应我们 我们台湾还有个好处 那只看有的人都很多 奇怪 在台湾的福报 看有 有时候你们回来 搁搁一大堆回来 也有利 在那些都很好 回来土的土 老的老 然后我是脚痛 一直痛 但是什么都没用 后来我就好吧 这一定是什么 港口的重心 冤心在主 那后来想一想 牛 因为有个居士 回来发烧 发烧以后头痛 他说他晚上都梦到很多牛 我就想 因为我在印度 我就知道说那边水牛沙很多 虽然我有这个想法呢 但是我没有 没有一个实际的作为 要去帮助他 我想水牛沙很多 水牛沙很多 后来所以那一天 大前天 我们在新竹法会 我就请人家帮我 请了很多牧草 人家在超度法会 摆饼干饭 我拿牧草拜 这个牧草一放 奇怪 都没听 所以我讲我个人的经验 凡事要有经验 这个牧草就是我对这些牛羊 的这种 哎呀 愿意对他的悲心 来真的勾招他来参加法会 有没有 然后呢 希望来来参加法会 我努力的回向给你 那个感应不可思议 整只脚 就像坏掉的脚变好了 晚上一点痛也没有 不然那几天 我都有 晚上我都要吃止痛药 因为你不吃 白天没办法工作 对不对 然后吃了止痛药 又担心吃太多 吃点 六点钟 让你睡得饭 但是不能解决问题 原来 想对了 有时候各位 我们大家也没神通 但是至少 那边试试 那边试试 终于 所以要不要 各位 如果煮笔 参加法会 炒的自己的杂修 来 牛啊 牛啊 鱼啊 带一些饲料来 这些鸡啊 鸡啊 那就是慈悲嘛 所以我们现在到处 会撒一点米啊 慈悲啊 所以有一次 我点了很多灯 我们一年半来 生命电视台发动 点了多少灯啊 来 两千一百万 点灯功德 两千一百万 不是钱啊 这个灯 一杯 不到两块钱 如果八个钟头了 三四块 那是两千一百万 也不少钱 但是有一位 有一位老和尚 跟我说 你们点灯很好 但是请你们慈悲 我什么意思 你们天天放生 我们都知道 那是你们天天被杀的动物 你们点灯的功德 要给他观想 敢敲斗 哇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惭愧 我跪下来给他顶礼 我永远会记住啊 点一盏灯 然后呢 就要照到地狱到 恶鬼到 被杀的动物 特别晚上 晚上点灯 还要照到那些 可怜黑暗的孤魂野鬼 让他们呢 看到亲人 进一步看到净土 那点一盏灯 我们用一颗 慈悲心 去做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刚刚讲到 颤尾业障 在生命成长的过程 我们越觉得自己的不圆满 而且就算圆满 众心那些疼苦 我们都无法导致 给你导致 更惭愧 我们身体好好 老婆躲在那儿疼 我们很疼苦 所以有一次我妈妈 我这个叫姻缘吧 有一位菩萨 好心愿介绍 给我们老婆 叫姻 进一步 进一步 进一步